哇 大人哥 真的是如同你苦口婆心碎碎念的 看大做小 你看今天盤面上头 中小型个股好活泼 把这个贵买指数带到了新高 另外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六角 德伟股价也来到了波段高 外资调升投资平等 利空不断的记忆体族群 这一次真的要出闻了吗 今天的股价表现不错 但是创意跌停了 大人哥 事件大条了吗 好 那就请看今天朋友节拍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3月3号星期五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 你好 德鱼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我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 把大人哥的Light 8给加起来 我们的ID是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么加入之后 记得要悄悄大人哥说 赶快把我加入忍者家族 那么就可以享有 荧幕上头放送的这些不定时的超大好康跟优惠了 当然咯 我们的这个老粉丝还有会员朋友 早就被大人哥呢 贴心的帮大家升级成为忍者家族的一员 不必再做任何的动作咯 那么您可以看到荧幕上头 我们的Light界面呢 也做了改版 如果您手上的持骨 需要大人哥帮你来 看看的 顺顺的 都可以来按下我们持骨见诊的这个按钮 不过呢 因为现在呢 肋骨变化的这个速度呢 非常非常的快 当然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祭底座帐班的布局脚步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想要跟上大人哥的获利步伐的话 也要赶快加入我们的团队了 您可以直接利用Light 私讯大人哥 或者是直接拨 0800-66-8085-0800-66-8085的免付费 专线电话了 今天的盘面呢 我觉得好像两个世界 这个大盘就是加卷指数 你看昨天跟今天 其实大概都是收在平盘附近 那海鸡店联发科 那会都不会赢啦 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 然后呢 创意今天居然还打到跌停 让你有一点 怕怕的呢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但是中小型个股很活泼 贵买指数又创新高了 接下来下个礼拜 到底这个行情方向在哪里 怎么走 怎么掌握呢 赶快请教大人哥了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相信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礼拜的话 只有三个交易日 然后你会发现说 好像这个礼拜 我们的台股的行情 似乎跟美股有那么一些些的脱钩 那我先讲一下 现在目前美股状况 就是前几天的美股是下跌的 台股不跌 然后呢 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因为 有一些费的官员 他释出一些比较鹰派的讯息 就跟你说因为通膨还高 所以那个所谓的压抑通膨的 调升利率的这个步调 还依然持续中 所以美股短线上面是被压抑到的 那但是呢 昨天也就是今天清晨 在美股尾盘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费的官员出来喊说 他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好像看起来已经不用在那样的强升 强升利率 因为目前看起来升起一码 就是市场上面渐渐觉得说 3月一码 5月一码 6月一码 会变成是一个共识 所以让市场上面的这个美股的部分 就有点像是走稳走缓甚至反弹 那昨天今天清晨 收盘的美股四大指数的话 全面上涨的接近1%左右 那好那问题 我要讲问题又来了 所以问题来说 怎么今天台股 没有跟着一起往上去做上涨1% 然后甚至说 怎么今天早上台股又是开高走低 甚至有点像是震荡这样的行情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 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老梗好了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这种图形的比较 这是昨天 昨天10点那一波低沙 9点半快10点那一波 沙了100点下去 如果你有看盘的人的话 我相信那时候应该先怕怕 那个时间点的话你说 惨了 台股会不会跟着美股一起拖下去 结果没想到 我们昨天给大家看这个后面这边 拉尾盘收在平盘附近 上涨0.23点 这是昨天 我特别把那个昨天的罵起来 那今天的话呢 好啊 又给你一个开高 然后呢 是不是可以跟着美股一起冲上去了 好结果 你看开高到15713那边 因为前高是15717 那今天开在15713 我想说 好了 要不要过前高了 对对对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然后结果没想到呢 你发现说 怎么这边那个713是今天开盘的最高点 就是9点那时候 结果尾盘又给你杀下来 然后呢又杀在那个15608这边的位置 那我昨天就说了15598那边是那个黑手 你可以再努力一点 你把它护在那个15600 然后今天的话也是一样啊 怎么好像也是护在那个15600那个位置的地方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你不得不 就是遵照现在目前的黑手这样操作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脉动去做 去做参考 那我这样讲好了 最近最近有蛮多蛮多的人在想说 到底什么时候的台股能够去做往上冲 往上攻击 那我先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也就是说台股要能够往上去做攻击的话 你必须要参考几个很重要的指标 来 其一当然是台积电和联发科 必须要能够去做往上去做攻击 今天有没有 没有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 新台币汇率的部分的话 要能够就是大幅的强力的升值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今天的话 似乎就在那平盘附近去做增长 看起来也没有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你要看到成交量能能够去做有效的去做放大 可是今天的话好像看起来也还好 因为昨天2010今天2013 就是一个蛮温和的量能 所以你就要知道 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的黑手的苦心啦 好那到目前为止他不给过 我要说他是好事情 当然你不要再念我了 你有台积电的人你会觉得很闷 你有联发科的人你会觉得很闷 当然那个联发科就是 这根上去的话稍微不那么闷一点点 可是台积电的人的话应该还是很闷 那今天的话你有创意的人的话你更闷 因为莫名其妙为什么今天的创意竟然杀了一个碟零板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有看今天的盘的话 我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期货的观念 来今天期货哦你发现这边有没有 在这边在11点 11点42分的时候 一度想要去做攻高的这样一个动作 假设他这边如果上去了 这是一个很很麻烦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期货过高 可是可是台股没过高的话 那可能会有产生所谓的短线上面背离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就在11点42分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有另外一档很重要的指标股3443的创意 来给你看一下3443的创意 有没有从一样的位置这边 有没有 哇 43分这边开始杀 我就说这个是黑手的苦心 因为你不能在那个时间点硬突破 硬突破的话会让行情不好 所以他就杀台积电也杀了不太动 然后联发客也杀了不太动 就说好啦 毛起来可以杀创意刷跌停 那就把行情局给拖下去了 所以今天的大盘的话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为了让指数不要 这时间点赶快就攻上去 然后造成所谓的短线上面不利的影响 他用杀创意的方式OTC 贵板指数 好就继续让这边去做一个轮动的过程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你必须要能够体会到黑手的苦心的地方 那当然有人会跟我说 今天创意不是这样的关系 创意是因为好像那个什么 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把一家什么盛科通信 然后呢影响大概12%到15%的创意的营收 那是那个中国那边的一个 被新列入到实体清单的公司 所以创意今天杀跌停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那我只能说 反正市场上面各有各自的解读 但如果我们在看这个行情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就看着指标股 那指标股如果现在目前有一些 不一样的脉动出来的时候的话 你就要知道说 这种杀法到底是杀真的还是杀假的 还是到底在杀什么意思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剩下这个时间点 我跟你讲好了 我其实前一阵就跟你说过了 因为创意那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它如果能够继续创高的话 它就会带动整个IP的族群 继续去往上做攻击 那当然它今天的话是那个杀下去的过程中的话 无形之中也让原本还算强势的IP的族群的话 有点它上面好像有点卡卡的 可是呢卡卡的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说有一些短线上面的那种涨多的股票 你不一定要去做急着去做追高 可是呢如果你可以顺着这种所谓的拉回的过程之中 这是力望 那拉回的过程之中 拉回的过程之中 甚或是说创高拉回的过程之中的话 其实那个买点都是法人正在留意的地方 那也是我们正在留意的地方 所以到目前为止3443的创意 今天的这一根 我正在等它拉回下来 这边守稳的那个进场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创意我再次跟大家提醒 它今天这一个杀 就是它的错杀的这样一个行为 当然10%的营收 大概12%到15%的营收的话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可是它硬杀跌停的话 其实你背后那个企图 你就要看清楚 就是大盘不给过的这样子一个 这样一个控盘的这样的力道 那当然大盘不给过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那种全资股的人的话 你就觉得很闷啊很闷 就是反正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 反正就是指数那边晃晃晃晃晃晃晃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出来 那但是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重申提醒 再碎碎念一次 目前为止 请你好好把握全市场 还没有很认真去喊的所谓的 借底的作战行情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团队 对于这种作战行情的话 是一档 然后接着一档在那边做操作的 就是 它就是反正看大做小嘛 啊我的小型股我就不会理你那个 不会理你那种 所谓的大型股的那种 那种因为盘势而震荡的关系嘛 那可是这些小型的股票的话 就刚好在那种大盘指数那边震荡的过程中 它就特别特别容易去做拉抬这样的一个表现 因为资金就在那边 这个点火一下 然后就动一下 那这个点火一下就动一下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 你要好好把握现在目前的中小型 然后呢内支主导 然后呢 作战行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这种股票 那后半段节目 我会跟大家说明 应该在选股啦 这些操作面应该注意的事项 所以行情部分的话 先分享到这边 当我们还在等还在观望 还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其实大人哥带着所有的团队成员呢 我们记底作战班 这个作战行情股呢 其实我们一档一档的正在卡位布局当中哦 邀请大家呢 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利用大人哥的light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 加入我们记底作战班的行列咯 那么全新的标股呢 买点一道 马上带你同步进场 好 那么大人哥说呢 目前大盘的指数空间有限 黑手你真的辛苦了 每天都要把这个盘控的这么的精准 但是个股的获利空间很大哦 特别是在中小型个股部分 不过BUT 但是大人哥 这个 类股轮到的速度 好快哦 到底应该要怎么抓 才不会有一句话说叫 两句糟糕糟糕呢 怎么办 好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请大家 先把这个画面先看一下 先把我的 先把你现在目前的影片 先把它按暂停 然后呢把我的YouTube频道 把它订阅起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我们就来先跟大家做一个 细细的分享的地方 在我节目里面 就是大人哥玩股的专题 常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很重要的操作的观念 比方说像是千点行情的 就是国安精进场的时候 我们帮大家抓到 然后呢 比方说我就跟你说 你如果做期货的人 或是研判行情的时候 你可以看着期货 然后呢跟着反指标的反着做 就是散户在做什么 你就跟他反着方向做 甚或是我们之前有一些 很重要的产业的专题 像是解封的那个专题的话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交过说 其实哦 你会发现说有一些股票 它受惠到这种所谓的 政策利多的股票 你看你会发现这里 这是谁 2732的六角 那这篇影片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看这篇后面 还有那个网品 云品的那个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云品 有网品 那网品的话 137块那时候分享给大家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的网品多少钱 2727 有没有看到 283块 到目前为止的网品 在我们分享那个影片之后的话 它的波段涨幅是翻倍 100% 这个要特别帮大家写一下 直接翻倍转 直接翻倍转 那所以那个我们的影片 真的有很多 法人都都在问我说 什么样的产业好 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参考 这种这种影片 我都把它拍成影片 来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有啊 今天网品就卡卡了 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啦 到目前为止它 不便宜 当然它的成长趋势 成长动能还在 就像云品 你看我昨天就有跟大家说过 我就说 目前为止的网品跟云品 已经不便宜了 可是我在等它拉回的过程之中 如果有跌一个 就是拉回的过程中 它手稳之后 可能反而在想说 它接下来 成长动能依然在 所以它就继续把它买上去 所以拉回手稳 是你现在目前可以 很重要的参考的 那种参考的 操作的方式 这是先跟大家讲一个 重要的重点的地方 那今天的 六角其军是掌停板 那它今天掌停板 我也很老实说啦 这种掌停板的话 它就不是族群性的掌停板 因为它就是比较像是 一支一档单档个股的这种掌停板 所以这种掌停板的话 还不错 就是至少还创波段高 那就会变成是说 这种族群就变成是 有人点火 有主力点火 它就供给你看 可是它就这种延续性的话 就会比较稍微小一点点 可是这种族群这种个股的话 都是对的股票 对的个股 所以你可以先把我们的 YouTube频道把它订阅起来 这是要跟大家讲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那其二的部分的话 像是车用 你看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看大作小 有富爸爸造的真的比较好啦 3675的德伟有没有 跟你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到杀下来到2月21 22号那附近的时候 我就说我那时候还接受 就是财经专家 知名专家阮木豪阮大哥的专访 我在聊聊天室 还有人问我说 德伟好不好行不行 我就说它就是一个创高拉回而已 因为它就是一个成长的股票 他有认证 他爸爸给他认证 然后他爸爸又给他订单 然后呢他爸爸又给他车用 爸爸好好喔 超好的 我都没有中爸爸 我爸很好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公务员家庭出生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努力 然后呢 这就像是现在目前的台厂 那台厂真的很多很多 很努力的台厂 正在正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成长的力道去做努力的打拼 那当然如果有跟我父爸爸造的更好 他就拉回下来的过程之中 我也是说过啦 车用你不管去年问我 前年问我 然后几年问我 我就跟你说车 你要好好关注 只是在选股方向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去做留意 可是你看那边就像 咚咚咚就像涨上去了 然后呢又创下了波段新高了 那这种股票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 几乎都是领先 领先全市场跟你说这种股票好在哪里 然后呢 他爸爸在哪里 这种股票好 他爸爸在美国喔 美商 对那个达尔科技 然后他就同时间就把 那个二极体的股票给他带起来 台办 台办也带起来了 今天涨了快3% 这都是车用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那同理而言继续讲下去 刚刚德宇问到的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想用一档个股 也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提醒到的个股 2344的滑邦店 继续来带现在目前的一个主题 豪邦店你看他今天涨多少 有没有涨6%多 对 那你有没有看到说 那个外资也跟着去调高他的平等 跟目标价 那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同族群的股票 当然今天的8299的群联 就没有那么样的强势伶俐 他今天就在平盘附近去的震荡 可是你看那个 金豪科 有没有一下也是一根这样子8%这样的上来 对 那这个族群 不是最糟糕的记忆体吗 这个族群不是库存还在很严峻的记忆体吗 这个族群不是说 那个调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调完的那个消费性的产业吗 可是 为什么他们最近会这么强势啊 这个问题喔 我就要跟大家说了 就是 市场 我这样讲 就是它是瞬息万变的 只要有一个 变化出来 然后全市场的法人就想说 这个变化到底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领先的思维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没有人 没有任何一个法人 在1月份的时候 预期中国会光速解封 秒速解封 加速解封 可是他就解封给你看啊 那解封会带来什么的 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加速序话库存啊 所以你看 像记忆体的这个族群的话 他就莫名其妙就加速了他的序话库存了 然后呢 昨天你才给他看这个超级漂亮的这个底部的形态 我觉得我也就说啦 股价永远领先景气落底 这句话 你应该听过我讲 听我讲过很多很多次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这样的观念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你应该要去把握的方向 那这就要告诉你说 我们法人在看什么 或者说跟我们在交流的一些 那个大资金大部位的人 他们在他们在做什么 那这种我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做分享的趋势的方向 还OK我们就跟大家做多聊一些 那当然如果比较属于那种所谓的个股的 那个操作跟个股的买卖点位的那部分的话 不好意思 那个素我必须要遵守法规 因为我觉得遵守法规还是 那个这市场上面能够长长久久 然后要有一些 保护自己保护我们全体会员 然后让我们可以买到更好的股票的这样子一个操作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请大家多包涵 但是呢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既体状况班也正在 就是正在一档就接着一档去做进行中 那我既体状况班的这些相关个股的话 我不会全开给你看 因为我就说我开出来的股票 那从马就会乱掉 好像太多人在看我们的节目了 那但是呢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带着我们的团队 就是一档接着一档 一档接着一档 所以也就表示说 其实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 产业的方向 比方说像是解封的 然后呢像是绿能的 像是生计 你要好好留意生计这一块 因为它怎么样 它就是那个所谓的 政策的指标股的地方 那甚至像是我也说过 像车用啦 然后半导体啦 虚化库存已经都OK了 这些我都有把它memo起来 我就想说 一定要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但是呢 我讲一个比较坦白 比较老实一点点 也就是说 下个礼拜 我们的季底做账班 会全心在带着我们的团队进场 新的一档的个股 因为我就跟你说 这时间点就是法人正在做账任养 最积极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就这么多 这么多的好股的股票 就会带着我们团队一档一档 那这档个股 我讲的比较一个方向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我刚刚在跟德鱼聊天的时候 德鱼说 德鱼哥其实你之前在投奔比的时候 已经有讲过了 然后我说有 不好意思 我可能有点缩溜嘴了 所以赶快收起来 我跟你说这档股票是什么 这档股票第一个它是生计 政策三把火当中的一把 对 然后再来这档股票的话 它有AI 目前正热的题材 对 对 然后呢 然后这档股票的话 来第三个 它有政府的标案 哇铁饭碗 铁饭碗 好 那这样的股票的话 其实 反正就是你看到它之后 你就说 哇 这么棒的股票 怎么没有提早去发现它 所以 但是我们股票的话 就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会带着我们团队去做 进场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好这股票就是一档 带着我们团队一档一档赚 那就是现在目前 我说为什么要 趁着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 来 记得坐账班的时间点 好好的把现在目前的行情把它赚起来 如果你有台积电 如果你有联发科 如果你有鸿海 然后呢你想要换股操作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坐账行情 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这种 任养的坐账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把持股跟我讲 我帮你做持股的调整 那 如果你现在目前有一些卡住 或者不知道处理的股票的话 我一样做持股的见证 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的话 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团队 来去做全新进场这档 生计AI政府标案的 全新的新一档的 既期坐账的股票 那如果需要协助的话 就用LINE的方式 然后用080的方式 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全新一档作战行情股 下个礼拜就要进场了 生计AI还有政府标案 这档股票很棒 欢迎大家赶快跟上大人哥的脚步 080066808我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透过LINE私讯大人哥 我们的ID是 dain888 让你投资顺心 发发发 赶快跟上来 谢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N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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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